總銷量超過 250 萬套 可穿過超過 25 款遊戲的鏟子騎士 配出了新實體合輯版囉 鏟子騎士 無主珍寶 是收錄了本系列至今所有 DLC 版本的完整版 有暗影瘟疫和苦痛幽魂 最令玩家們期待的 就是收錄全新的卡牌之王 和究極巔峰之戰章節 並且還有完整中文化喔 卡牌之王是本系列的第三個 DLC 敘述想要成為卡牌之王的國王騎士 踏上擊敗三位決鬥牌判官的冒險之旅 玩家除了可以利用他的招牌尖撞 和各式技能來突破關卡之外 最特別的就是這次一定要挑戰的特殊小遊戲 決鬥牌 這是一種爭奪寶石的卡牌遊戲 在九宮格或四宮格的期盼上 輪流放下卡牌佔據位置 最終佔據的位置擁有最多的寶石的那方 就是勝利者 卡牌們有著特定的退移行動方向 還擁有爆破或是擊飛對手卡片的特殊能力 而且擊敗對手就會收集到更強力的決鬥牌組呢 而第四個 DLC 究極巔峰之戰 是新追加的多人模式 玩家可以在這裡扮演遊戲中出現的16種騎士 利用各自的技能展開私人的大亂鬥 遊戲模式包含爭奪寶石、生存戰 甚至還有獨立的故事等著你來欣賞 喜歡鏟子騎士的玩家 請一定不要錯過這次的大合集喔